中时新闻网报道,立法院21日将就复议案进行表决,亲律公民团体预告重回立法院抗议,国民党也申请路权号召,支持改革民众上街声援。 而台湾民意基金会金17日进行电话民调,对于民众是否支持行政院对国会改革相关修法提起复议案,有51.9%民众支持,33.5%不支持。 值得注意的是,年龄层分析来看,除了20到24岁外,其他年龄层都超过半数支持行政院的复议案。 根据台湾民意基金会今日针对立法院528三读通过的《立法院职权行使法》,修法及刑法增定,行政院6月6日提出7点理由,认为挚爱难行,决定退回立法院复议。 一般说来,您是否支持行政院这项座位?结果显示,有28.2%的民众非常支持,23.7%的民众还算支持,17.4%的民众不太支持,16.1%的民众一点也不支持,4.8%的人莫意见,9.8%的人不知道。 据答,也就是说,在20岁以上台湾人中,支持复议的占5乘2,不支持占3乘4。 年龄层分析来看,除了20到24岁外,其他年龄层都超过半数支持行政院的复议案。 在20到24岁中,37%支持,45%反对,25到34岁中,55支持,34%反对,35到44岁中,52%支持,35%反对,45到54岁中,51%支持,38%反对。 55到64岁中,55%支持,36%反对,65岁及以上中,52%支持,22%反对。 本次调查,由台湾民意基金会教授游盈龙负责问卷设计,报告撰写,研究发现的叛读,及相关公共政策与政治意涵的解析。 山水民意研究公司受本基金会委托,主要负责抽样设计,电话访谈,资料清理与统计分析。 访问期间是2024年6月11到13日,共三天,对象以全国卫范围的20岁以上成年人,抽样方法采式化与手机并用的双底侧抽样, Dual Frame Random Sampling,式化70%,手机30%,有效样本1070人,式化750人,手机320人,抽样误差在95%信心水准下约正负3个百分点。 并依内政部最新人口统计资料,进行地区、性别、年龄及教育程度加权,以符合母体接,够。 经费来源是财团法人台湾民意教育基金会,简称台湾民意基金会,我对美军够多有延档。 据国防部最新送制立院的报告指出,依今年度公开预算书表,美对台重大军售案计18案,其中有3案延档,2案超前,13案进度正常。 延档交运的项目,包含托式2B飞弹、AGM-154C空对地飞弹以及F-16V战机。 2017年核定的高效能反装甲飞弹计划筹购1700枚托式2B飞弹及100套发射系统。 名嘴历史歌李易修指出,国军连敌火、迷彩服、防毒面具、甚至坦克车下面的胶块都缺工,飞弹能如期交货才意外。 国防部2017年核定高效能反装甲飞弹计划,规划于2018至2025年,编列新台币118亿1516万4千元,筹购1700枚托式2B飞弹及100套发射系统。 头条开讲17日节目主持人周玉琴质疑,这是2017年就买了,到现到2024,托了至少有7年,顾立雄说年底之前可以全数交货,可以相信吗? 他如果真的交货,我才意外吧?他如果继续拖,那就是常态。 历史歌表示,当过兵的都知道,部队缺的东西已经不是这些外产的东西了,连部队目前的子弹都生产不出来。 因为俄乌战争爆发之后,为了防止中国大陆支援俄罗斯,所以一定程度地去限制中国大陆出口敌火,结果全球缺货。 连我们的205兵工厂都产不出来,所以现在高雄的子弹厂,连子弹都不够,这很好笑,所以他为石膜做不出来?没有货。 历史歌指出,这种大量生产需要工业产业链很完整,而美国空心化了,他外购搞不好还是透过第三地区,跟中国大陆买的。 这就是为石膜现在他不能交货,第一,因为他的货要提供给他的爷爷,以色列,第二,要提供给半路收的前儿子,乌克兰。最后才会轮到,到底是不是亲生的?肯定不是亲生的。但是一直抱着大腿叫把拔的台湾。 这就是我们现在国军的现状,根本没有办法交货。明年底交货?哎呀,骗销。光我们当年在配发数位迷彩的时候,我当一年兵,量了三次,没拿到半件。厉害吧?历史歌提到,每次都去量,兵器莲,第七班,集合。晚上五点用完饭之后,去到库房去量。大家在那边很雀跃,等一下量完,要发新的吗? 因为身上那些衣服,已经烂到不能再烂了。光自己那条裤子,至少破了三次,破到那个补裤子的阿姨说,你这真的很会破。简单来讲,就是缺嘛。然后他说,下部队给你。下部队没有,我退伍了都没有。历史歌强调,部队各种用品极为缺乏之外,还充斥着所谓的造假风气,包括每一次要高装剪,通通都是整个营部,甚至整个营部。 整个指挥部,集中到固定的部队给他检查。所有的防毒面具,你不要说什么托式飞弹了,你防毒面具先补完再来跟我讲。 防毒面具几秒内要戴起来,一拉,哇,断掉。 你说,班长,为时磨断掉?他说,因为脆化了。莫办法补,莫办法申请。这个都还好,更要命的是什么?历史歌直言,连坦克车,装甲车下面那个胶块都缺,所以,这种东西,交货。 哎呀,卖棉梦了啦。 美国众议院俯通过81亿美元印太安全补充法案,其中19亿美元是对台湾及区域伙伴国家,包括应美国所请,提供台湾协助的其他国家。 退役少将丽政杰强调,美、英、北约国家这招叫喜军火,太除过期武器,让自己国家军工业有钱生产新武器,不是我们想买什么武器就能买。 丽政杰22日在头条开讲节目表示,给这笔钱在短期之内当然对乌克兰有帮助,但有多大的帮助? 哪一句话形容,就是拿原水去救进火,可不可以就得到?可能可以就一点,但是不可能全程来救急。 第二句话,就是救急,但是没办法救贫,就是短期之内他已经快要被摧毁了,在这种状况下,给他一点钱,让他能够再继续撑下去。 目的是什么? 讲穿了,拜登的目的只有一件事情,让乌克兰撑到他选完之后,再投降。